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编写了这样的一个 用户操作这个cheapbox的相关的业务逻辑 那么我们说了 不仅仅用户可以操作这个cheapbox 那么用户同时 还可以操作下面的这个全选按钮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节课 还要来编写一下 这个全选按钮的相关的用户的交互逻辑 好那么我们到我们的Cart.channel里面 找到我们的这个全选按钮 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好 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上面的footer 这里我们所有的代码都是已经复制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看一下 同样的如同我们在做cheapbox的时候 这里面注册了一个事件的函数 Tax.snack.or 好那么我们重点还是来编写Tax.snack.or 好那么我们这里 要说一个重难点 很多同学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根据这样的一个指的每一个商品的这个cheapbox 它的一个状态 最终决定我们的这个cheapbox 总成开关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状态 那么这里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 也比较巧妙的方法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做这个GS在写这个GS代码的时候 我我我我给大家解释了这个SnapDyTypeCounts的一个作用 SnapDyTypeCounts 指的是用户所选择的商品的 总类的数量 好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XML里面 好也就是说如果用户所选择的这个商品的 总类的数量和我们这个CardDate 所有商品的总数量相等的话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用户做了这样一个全选全选操作 我们可以看这段代码 把它分割一下 不然的话大家看不清楚 好关键的就是这两个音密集 一个音密集表示的是这样的一个选中的图标 一个音密集表示的是未选中的图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决定显示选中图标 还是未选中图标的这样的一个 if-else的依据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判断 比对用户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数量 和我们购物车下面商品的总数量 如果他们相等的话 那么将显示全选按钮 这就是WXEF里面的逻辑判断 否则的话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未选中的状态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 要编写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交互 是作用于我们的全选按钮的阻断 那么我们说了 做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绑定这样一个自定义的属性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绑定就是DataStates DataStates的绑定 大家注意看 它的判断依据 还是我刚刚说的 判断用户选择的购物车下面的商品数量 是否和我们的总的商品数量是否相等 如果它相等的话 说明的是全选 我们绑定一个True 如果它不相等的话 我们是绑定了一个False 然后我们在执行Token Snack 的时候就可以获取当前的全选状态了 我相信关于全选与非全选 大家有很多的判断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我也是重过了很多次了之后 找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也不能说是最简单 也许你的方法比我的还简单 好 那么这个事件我们注册了 并且这个DataStates的状态 我们自定义属性的状态 我们也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来编写 我们刚刚在这里添加的 有一个ToggleSnap to Out的方法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世界方法 好 那么首先还是要获取我们自定义的属性状态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自定义的属性状态 其实和之前获取的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首先获取的是这个States 要注意States 我们把它设计成是这样的一个 字幅串的True和False 所以说这里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判断 这里应该就可以得到一个不耳词的True和False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还是在循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CardData 所有的购物车上面所有的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数组 好 那么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可以想一想这个全选操作的一个逻辑 如果我现在是处于全选状态的话 那么我现在用户单击这样的一个图标的时候 就是要取消全选状态 那么我不管你下面购物车下面的所有商品当前是什么状态 一律全部设置未选中 所以说这里是选中到未选中的一个状态改变 所以说这里的State要取返 好 然后这个False循环将保证 你取返后的状态将附给你每一个购物 你的购物车下面的每一个商品 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了购物车下面所有商品的这样的一个SlandState State的状态 我不管你当前的这个选择状态是什么 总之我的总控的这个全选按钮将统一的保证 每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购物车下面的每一个的商品的状态 全部发生改变 好 那么最后 别忘记了 当我们去做这个全选或者未全选的交互了之后 还是需要去调用这个Reset Card Date 来重新计算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 最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Reset Card Date 再调用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写完了之后 我们刷新测试一下 好 这里呢 我们刚已经测试过了 我们现在呢 主要测试像这里 点一下 没有问题 全部取消掉了之后呢 这里就全部都没了 数量变成了0 订单金额也变成了0 当我再单击一下 我们全部选中了 然后呢 数量呢 是101个 然后呢 下单的金额呢 是1块01分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 关于按钮的选择的这个 这个状态的选择 这一块呢 我们就全部消完了 那么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 通过这一系列的设例呢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我们数据绑定的一个强大和好用 我们整个的代码里面呢 其实啊 在GIS 里面呢 是没有去啊 像我们传统的这个BOM操作一样 一样啊 去操作这样的一个 UI 的元素标签啊 来改变它的状态啊 我们在GIS 里面啊 只会啊 像我们的这个 一个方法呢 像我们的这个 Reset Card Date 一样 我们只需要去改变数据的状态啊 UI 上面的这个元素呢 自动的啊 就会按照我们数据的状态 来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个呢 就是数据绑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和好处啊 我们只关心数据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